下一個三角函數的正負怎麼去判斷 好 第一個我先講一下 這個表格當然是可以幫助你去做判斷 但是我希望你的方式是 因為我不需要你用背的方法 我希望你用去 也不是說不用背的 我希望你用推理的 而且盡量用已經背過的東西推理的比較好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無尼 Sinecita 比方 剛才講的定義 是不是 R 分是 Y 對不對 然後 Cosinecita 呢 是不是 R 分是 X 然後 Tengencita 呢 是不是 X 分是 Y 我覺得你背這三個就好 好 首先第一個那個 R 一定是正的 為什麼 R 一定是正的 原因是因為剛才我不是畫圖裡面告訴你 這個 R 只是斜邊嘛 對不對 可是這裡的 X Y 是有可能出現正跟負 我承認我這邊畫的圖裡面 這裡的 X Y 是正的 原因是我在第一項線 如果去想嘛 如果我在這邊怎麼辦 我用不同的顏色好了 如果畫在這邊怎麼辦 這邊 那請問你 這裡是不是一樣有 X 跟 Y 那這個時候的 X 就變成什麼 負的的 Y 就變成正的 所以事實上就有可能出現 X 會是有可能出現正負的 但是我的斜邊呢 也有可能是什麼 正的 這樣子聽懂我講的意思 好 那這個你懂的話呢 後面就比較好處理了 我們不要這個地方來看 你看這裡 那你去看哦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 Sin-Cita等於 R 分之 Y 那請問你誰可以決定 Sin-Cita的正負 就是 Y 那請問你 Y 就第一項線用正的 Y Y Y 的話就等於說 整個 X 的上方 就是 Y 嗎 就是正的時候 所以看到沒 Sin-Cita在這個地方 在 E 2 向線都是正負 聽懂我意思嗎 好 一時類的 那 cos 的話呢 cos 定義是 R 分之 X 也就是說誰可以決定 cos 的正負 是 X 所以換句話說 cos 是什麼時候 它會是正的 是不是它的 E 是 向線 對不對 我故意畫了那個來不同的顏色 這個我把它放進去 這只是 cos cos 呢在 E 4 向線是正的 然後呢 sine 的話呢 sine 的話是在 E 2 向線是正的 原因告訴你對不對 因為一個是 R 分之 X 一個是 R 分之 Y 好 再來第三個 tangin 呢 tangin 的話是不是在 第一跟第三向線是正的 為什麼呢 因為 tangent 的定義是 X 分之 Y tangin 只有在 X 跟 Y 都相同的那個 正負號的時候 彩位都是正的 所以第一向線不是正正嗎 第三向線不是負負嗎 這樣會變正的 所以你就知道說原來 sine 的的話是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cos 的的話是在這個地方 是正的 tangin 的的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有些老師 我給你畫這樣子的線 告訴你去判斷 就是 sin or sin tangin 的正負 當然我其實建議 你去背這個定義就好了 去判斷就可以了 會啦 可以嗎 OK 好 這個你把它畫上去 接下來下一個這個地方 告訴你也是他的那個 sine 的那個 0 1 還有負 1 還有這個有 1 1 5 1 的狀況 好 第一個我們先看這個地方 sine 系的這個地方 我們除了自己講過那個特殊角 什麼 30 40 60 以外 現在要多了幾個 0 90 180 跟 200 系 好 那這個呢 我們剛好就順便利用那個定義 去做一些解釋 好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應該可以幫助你 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去講 sin 的部分就好 因為其他都是一樣的狀況 好 我們來練習 請問你 台積的剛講過 sin 系達定義 是不是 R 分之 Y 對不對 好 我問你 sin 1 度的時候在哪裡 sin 1 度 sin 1 度 sin 1 度是不是這個地方 就是在 A 頭上面 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 R 還是 R 吧 那個 Y 多少 這個 Y 有 Y 嗎 沒有 Y 所以它其實多少 它就是 R 分之 0 所以看到沒 sin 1 度就是 0 對嗎 好 sin 1 度的話呢 90 度在上面這邊 好 很明顯這個時候的那個 Y 跟 R 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 sin 度的話就是 1 有看到嗎 好 那 3 180 度的話呢 剛好 180 度在這邊吧 180 度在這裡 也是一樣的 我們 Y 有高度 如果 Y 的那個值 沒有 Y 應該是 0 對不對 所以 sin 180 度的話 又是 0 好 那 sin 270 度呢 是從這邊這邊吧 對不對 你看到嗎 270 度 因為 Y 的的話 剛好是負的嘛 所以它變成是負的 所以它變成是負的 聽懂嗎 會啦 所以我就知道一個觀念就是說 一個定義 不是定義 不是定義啦 一個現象就是說 sin 的話呢 在 90 跟 200 金分別為 1 跟負的 會啦 啊如果你懂得舉例反三的話 代表 cos 的話剛好反過來 它分別在 0 跟 180 的時候是 1 跟負的 會啦 啊如果說老師 我怎麼去記 很簡單 你記這個就好了 sin 平方加 cos 平方 不是 1 嗎 不是 1 嗎 對不對 所以當你是 1 的時候呢 另外面一點是 0 否則怎麼可能講 相交給你 1 對不對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好 所以當你是 0 的時候 我不是 1 但是 1 的時候就是 0 所以 sin 1 從 sin 就把他講 會啦 那 tangent 的話呢 很簡單 因為 tangent 的定義是什麼 tangent 的定義不是 欸不是 tangent tangent 裡面有個很重要的公式 是給 cos 分之 sin 對不對 那你寫下去就好啦 1分之 0 就是 0 嗎 那 0 分之 1 大就無 1 一樣 有沒有 會啦齁 然後呢這裡 tangent 180 的話呢 就是告訴負 1 分之 0 所以 0 是 0 然後 tangent 200 是 0 分之 1 就是你從這個公式裡面去看 都可以看得出來 會啦齁 會啦齁 好 然後一樣 tangent 不 tangent 呢 是附回導數 所以當你是 0 的時候呢 我就無 1 1 了 因為他就等 導數是 1 分之 1 的意思嗎 當你寫 0 代表他呢 就應該是 0 分之 1 0 分之 1 就是 5 1 1 對不對 啊這個呢 5 1 這邊多少就是 0 所以剛好以來是 剛好是相反的 會啦齁 OK 然後 second 跟 cos 呢 也是一樣 是相反的 會啦齁 所以當你是 1 的時候呢 是 1 的時候 導數還是 1 那 0 的導數呢 就變成 5 1 1 1 這樣子一直在對 這樣會嗎 所以要記住這個特數的角度 那個 0 9 1 8 3 版型 可以啦齁 好 這個你把它寫上去